大马六大银行的总执行长 究竟谁的薪水最高 你又猜到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的那 我是主播晚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姜是老的辣 出任大众银行总执行长 超过25年的丹斯里郑雅利 去年的薪酬高达4670万领级 冠决各大银行CEO 不过 如果和云顶主席兼总执行长丹斯里林国台相比 郑雅利和其他银行长多人的薪酬 还是小物见大物的 《男人商报》早前报道 林国台在上个财年 但在云顶就领得1亿2900万领级的薪酬 超过国内六大银行CEO的总和 回到本地银行 对比年报 郑雅利去年领得的年度薪酬达到4678万领级 远远超过银行薪酬榜的亚居 也就是只获得1804万领级薪酬的 丰隆银行董事经理兼总执行长多敏涅 在本地六大银行之中 年度薪酬最低的 则是信业银行的董事经理兼总执行长 莫哈莫拉西 他的薪酬是468万领级 只是镇压力的十分之一 我们来换个焦点 近期大力反弹的手套股 还是无法让摩根大通改观 这主要是因为 手套股基本面疲弱的状况没有改变 而且在供过预求的问题 持续围绕的情况下 盈利前景依然暗淡 大马摩根大通分析员认为 清晰不对称 造成近期手套股出现 30%到60%不等的显著反弹 而投资者是因为 对手套价格上涨纯有期待 而不是因为基本面改善 才买进手套股 就以顶级手套为例 该公司给出了手套平均价 近期将上涨5%到10%的乐观指引 而引发手套股的飙涨 不过分析员要重申 对手套股的悲观看法 供过预求导致的价格弱势 最少会维持到2024年底 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把焦点转向国外 全球首富伯纳德身家大涨 坐稳头把交易宝座 将第二名的马斯克 远远甩在身后 这位大亨旗下的 LVMS奢食饼大卖 而马斯克则将 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价格下调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伯纳德在星期四的财富大增了120亿美元 达到近2100亿美元 也就是相等于9216亿令吉 实际上 马斯克的财富自从占上3400亿美元的巅峰后 便逐步下降 如今只达到1800亿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隆甲洞完成收购 意大利油脂公司Demix Olio 尽管这不是一项大型收购 不过这已经凸显着公司 有意持续推动油脂化学业务 这次收购有助于增加公司的净利表现 但肯纳格投行研究预计 净利贡献只是处在3000万到6000万令吉之间 至于油中业务方面 随着公司完成收购IJM纵直后 2023财年的鲜果创产量预计也跟着大幅增加 行价继续维持超越大时评级 目标价是27令吉 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麦一句获得宾州发展机构委派 在宾城八都加湾工艺园区 设立及营运外劳村 有关项目成本大约是7500万令吉到9000万令吉 预料将耗时18个月完成 而马银行投行研究预计 这个项目将为2025财年的营业额做出贡献 行家认为 基于八都加湾半岛企业蓬勃 相信可以保持稳定的外劳村租赁需求 因此将公司的目标价上修至93先 不过降低拼级制守住 我们再看另一个股项 波龙头王研究最近和安联银行的管理层进行交涉 发现该公司2023财年的指引依旧完好无损 然而 行家认为 安联银行在信贷成本和净利息赚幅指引上过于谨慎 可能会在新的业绩汇报会上带来意外惊喜 整体而言 行家继续维持安联银行今明后财年的净利预测不变 同时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是40级 15线不变